长期以来,中共试图通过投资对中东欧洲国家施加影响力 希望该地区成为北京撬动欧洲的支点 但分析指出,中共在投资领域缺乏成果 而中共在国际社会锐利强硬的态度更进一步丑化了其形象 媒媒报道,立陶宛5月22日正式宣布退出中共与17个中东欧洲国家组建的17加1合作机制 表示该机制没有带来实际收获,并督促其他成员也离开 还指欧盟应该团结一致应对中共挑战 立陶宛的举动是中共与中东欧洲国家之间关系恶化的最新迹象 但在罗马尼亚的亚太研究所副总裁布林扎看来 在此之前,中共与大多数中东欧洲国家的关系就已经恶化 布林扎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中国的经济承诺没有兑现 该地区出现了幻灭感 同时,欧盟中共和美国中共的紧张关系也影响中共与中东欧洲国家的关系 一些国家决定在这场冲突中选择一方 中共在2012年发起与中东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 当时承诺为中东欧洲地区的发展提供资金 在希腊2019年加入后,该倡议共吸纳了12个欧盟成员国和5个巴尔干国家 这些国家与西欧国家相比稍欠发达 但该地区逐步认识到北京未能兑现其承诺 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9年 在中共对欧洲的1290亿美元的投资中 只有不到100亿美元流入中东欧洲国家 相比之下,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才是中东欧洲地区最重要的投资者 同时,很多官方宣布的项目也被严重推迟或取消 其中,17加1合作机制的旗舰项目凶塞铁路 在8年后才勉强成型 罗马尼亚于2020年宣布取消了与一家中国公司建造核电站的交易 近日,一份报告还揭示出 一些官员为了掩饰中共在中东欧洲地区的投资缺乏进展 平息国民的质疑 试图夸大中共在该地区的投资影响 这份报告写道 中欧和东欧政府倾向于对中共在其各自国家的存在进行夸大 官方数字往往包括中方以前提出但从未实施的投资计划 由中共贷款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国际并购的结果 该报告的作者匈牙利的中东欧亚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图拉告诉美国之音 自合作开始以来,人们对来自北京的资本流入的期望非常高 而实际结果却令人失望 因此存在着一个缺口 政治家们试图填补这个缺口 事实上,这种夸大长期助长了外交的疑虑 即中共成功地收买了中东欧洲国家 以贸易和投资换取对欧洲的政治影响 但专家强调,中共在中东欧洲地区的影响力 从来没有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强大 而且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减弱 波兰克拉克夫的雅盖隆大学 研究中国亚欧关系的教授卡瓦尔斯基告诉美国之音 大多数中东欧洲国家并没有与中国同盟 而是尴尬地发现自己与北京共处一室 并试图充分利用这一机会 但当这些投资未能实现时 年度峰会就变成了空谈俱乐部 在因中共病毒爆发而被推迟后 最新的17加1峰会在今年2月在线举行 为了证明北京对该地区的坚定承诺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出席了会议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做出了外交努力 但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 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仅派出部级官员参会 分析还认为随着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更具侵犯性 中东欧洲国家将进一步向欧盟靠拢 成为抗衡中共的中阶力量